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很高兴一大早看到这么多的区块链的业内的从业者 同行 还有广大的爱好者积极一堂来参加这个活动 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制链是一家基于区块链技术 包括结合像其他的一些板块 大数据 云计算 做这种类似于企业服务 产业里面一些应用场景的这么一家公司 从我自己本人来讲呢 其实刚才也听了两位专家的介绍 我在进入制链之前是主要在IBM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主要是在这个IBM中国实验室负责区块链的一些这个业务开发 包括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建立这种区块链的开发者 还有这种商业的一些社区和生态 基本上 大家可以感觉到 就是早期在这个 像IBM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的一个平台上面主要是做这个生态开发的 今天进入到制链这个公司呢 实际上反而是说 把一些我们觉得当时在行业里面 可以把区块链未来有一些潜在的转化从这种所谓杀手机应用的 拿到制链这个公司去把它复制 然后去深入的进入到行业里面去做 至于怎么做 可能这个下面几个片子吧 我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个图呢实际上是2017年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的时候做的一张图 因为大家也知道 其实今天这个科技板块除了区块链以外 大家感兴趣的还有一些 比如说物联网 比如说大数据 比如说人工智能 就这个里面呢 大家都在压宝压一个东西 压什么呢 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科技也好 做投资也好 希望是压到说最能最快变现成为风口的 这么一个技术或者行业 对吧 这个因为怎么讲呢 金融它还是一个科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直向灯 所以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 基本上 它这个报告写了两个内容 一个内容是说 我们今天处一个什么时代 我们将要进入一个什么时代 和我们未来会科技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所以基本上一个认知是在讲说 我们这个今天是在一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大家每天拿着这个手机 不仅是在这个获取数据 获取信息 同时也在贡献数据 贡献信息 那可能我们下一个进入到了 就是说可能这个数据会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数据的量本身也越来越大 而且大家会找到一个更好的数据变现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反而是说 你在数据这么一个趋向爆炸的过程当中 你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当然这个未来可能可期的 就是大家天天挂在嘴边的 尤其是我们杭州 开互联网大会 开什么都在讲人工智能 其实报告的第二个观点是在讲说 那讲的这个都没问题 讲的这个逻辑都正确 但是我们要关注什么样的一个科技 所以这个报告第二点讲的是说 那些在一个时代 像下一个时代 去演进的过程当中 这个交叉的这个板块 在这个上面特别受到关注的这些技术 往往会发展的非常快 那所以今天从这个互联网 移动互联时代 到这个数据认知时代 其中有几个技术 可能会尤为得到关注 比如说像认知计算 比如说像物联网 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讲的区块链 或者大而化之 讲的叫这个分布式账本技术 所以那既然这些技术 我们讲如果说区块链 其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的话 这就可能跟我的刚才讲的 这个我自身的经历也有关系 早先是在这个大平台里面 做技术的研发 做一些项目的落地 更主要的是做一些技术社区的一些拓展 那这可能是另外一段 这个跟我们今天比原做的事情 其实有一点点像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开发者的一个基础 你要有一个平台 你要有很扎实的这种技术 去支撑各种应用开发的需求 那另外一个极端呢 就是说你其实做技术 这个东西离这种社会对你的认知 还是非常远的 就今天我们只做平台 因为这个现在 这个尤其企业服务里面 大家经常提一个词叫 Blochain as a Service Bus 基本上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公司 都在做这个Bus Bus最早这个词是 IBM在自己的这个公共云平台 BlueMix里面提出来的 提出来的 但这个呢 当时我们感觉一个特别大的 推广的困境就是说 其实没有应用的支撑 你的这个Bus 是不太好去用出去的 我相信今天包括BAT 包括很多的大的科技公司 在做这种Bus平台 他们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 这就像这个一个硬币的两面 或者一个事情的两个极端 就你一定要有 特别强的杀手机应用 特别可复制的场景 而且这个场景 会有一个商业模式 让你的企业服务也好 让你的这些做的工作 能够非常好的去 有一个变现途径 所以基本上 那在开发 在做这个开发者社区 在做这个底层技术的 另外一端就是说 那在行业里面 怎么样用这个技术 怎么样用区块链 我相信大家肯定看到 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 但是我自己感觉 现在的行业里面 更多的是说 依托于这个 区块链的这种热度 或者区块链技术的本身 去跟行业里面的一些结合 但这种结合可能 你要需要 深入到这种行业应用场景里面 甚至说深入到这个 行业里面再去看说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应用的环境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 制链这个公司可能做的 也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工作 这个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 制链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所以 其实早期我们也是依托了 很多的技术的资源 以及这种开源的平台 因为这个 本身我在这个 Hyperledger这个社区里面 负责的工作 这个不再赘述 那制链同时也是 这个全球最大的金融区块链 这个社区 或者说这个开源平台 Coda的这个国内的合作伙伴 还有一些其他的硅谷的一些公司 他们在做一些金融 在做一些 思练 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些应用的时候 用到区块链做了一些东西 那同时呢 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一些 在技术上的一些体验 包括在行业里面 就是在产业落地的过程当中的经验 这个通过这种 在出版社跟出版社合作 一些书的这个形式下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以 简单介绍几个我们落地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 今天大家都在找这个杀手机应用 那杀手机应用怎么找 就是今天列了很多的区块链 可能能形成这个落地的场景 这个坦白讲 我们从16年开始 基本上会用不同的区块链的平台 去做了很多落地的一些项目 这些项目里面 我自己归纳 在16年的那个阶段 至少70%以上是为了区块链 而区块链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 我来到质链以后呢 我们希望是说 不再做这种为区块链而区块链的事 而是说 今天你要聚焦在说 你可以把你的技术用在 有潜力形成杀手机应用的几个场景里面去 就是如果你在做一些场景 这些场景是 别人验证过 或者说别人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 做过的一些事情 希望给大家能够做一些借鉴 这个是我们在跟那个两家上任公司 一家是这个北大黄集团 另外一家是这个中南建设 他们这个投资建的一个 大米的一个品牌当中 做的这个区块链的追溯 这个可能以前也通过一些这个活动 给大家分享过 做这个追溯这个事呢 实际上是一个在区块链行业落地里面 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呢 就大家总觉得说 这个你很难做成一个 实物追溯的一个闭环 今天其实我们 在没有区块链之前 其实很多也在做这种食药 追溯 溯源 防伪 打假这样的事 但是 当区块链 开始做这个追溯的时候 当然以前可能更多的是防伪 就比如说我们喝的这个茅台酒 这个用的一些这个商品 都会打一个防伪的一个标签 对吧 其实追溯的做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追溯不太好做 追溯不太好做的是因为说 你真正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产品体系里面 它的环节是非常多的 所以区块链 这个技术出来以后呢 大家觉得 这个事好像变得有希望了 我可以在一个场景里面 今天我利用区块链的一个特性 这么一种可信 这么一种数据多方共识的这么一种特性 我可以把这个记录做存证 但刚才讲了 这个事为什么特别有争议呢 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 好像区块链能保证线上的这个数据的存证 但是你线下真实实物流转过程当中的信息 你在上链之前 你怎么保证它是一定是可信的 所以这个我们做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刚才讲了嘛 其实16年做了很多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的事 在IBM的这个平台上面 因为那个时候很热 所以今天我们做这个事呢 就发现说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坦白讲 在做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实际的问题 但是我们发现了两个规律 我觉得特别希望能够拿出来分享 跟大家去做一个交流 就是今天 其实做这种类似于撕链或者联盟链的这种项目 包括尤其在产业落地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实际上它的门槛还是非常高的 就今天你能把这些产业链或者公共链里面的这些环节串联起来 这个不是一个普普通的创业者或者C端就可以做的事情 这个难度很大 因为你早期的话 在刚才我们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是有区块链物联网这些技术 这些技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们之间会有一些联动和配合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种植的这些大田里面 它会有很多的这种传感器 但这个传感器的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你如果为一个农场去提供这种硬件的这种铺设 就有点像早期我们在做这种移动互联网的设备的这种铺设 早期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不是所有的普通创业者就可以做的 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说 今天在企业服务里面 你怎么帮企业去做这方面的改造和妥协 所以这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做企业服务做场景应用是有门槛 第二个问题是说 可能在这个阶段 我们不太适合做那种百分之百的这种闭环的追溯 而是说你把这种追溯的定位要定位在说 你怎么样去跟那些制假造假者去做斗争 你怎么去提高他的这种制假的成本 所以这个变成了我们后来觉得说 这个方案或者是这个产品是可行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大米 帮助这个北大荒的这个善良味道这个品牌 做的这个追溯 现在也在京东在天猫 刚之前那个还有一些这个区块链业界的朋友 在问我怎么买 这个正好刚过双十一 还有一些活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所以我们给他做的这个平台 实际上利用的就是说 这些产业链里面的这个数据 实际上通过每一个每一个环节 他有追溯的这种需求 再通过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配合 一些制度的一些把控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跟其他技术的一些结合 最后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今天C端看到的这个数据 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今天我们去拿到这个米 去扫描这个东西 它有几个戳 怎么通过一个时间的一个记录 保证它是新米 而不是这种被漂白的 大家经常吃的 看上去非常好看 但实际上是陈化粮 是有大量黄曲霉素的那种陈米 怎么用一个地理的 这个比如说摇杆 这个GPS 这些信息的一些追溯 这个整个大米的一个 轨迹的一个追溯 有一个地理戳 怎么保证它的品质和口感 这个是C端非常感兴趣 但更重要的是说 其实这个数据链里面上链的 这个信息不光是C端的数据 还有很多这个企业端 或者供链端的数据 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做这个东西 其实越做到最后 那追溯的这个问题呢 会变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点 产一个点 就是开始的时候 我们特别关注追溯这个事情 本身能不能成为杀手机应用 但是越到后面 我们发现追溯这个问题 变成了一个产业数据的一个入口 变成一个产业入口 今天这个很多的互联网公司 尤其是大的一些互联网的平台 在花了很多钱去买农场 买医院 买各种各种产业里面的 在做这种消费互联网 向产业互联网的转型升级 其实我们这个非常这个巧合后 非常幸运的发现 你今天做了追溯这件事情以后 所有产业链里面的数据 今天全在我的这个平台上面了 所以我今天技术要解决的是说 我怎么通过我自己的平台 以区块链和智能合约为核心 把现在的传感器里面来的数据 把其他各个系统里面来的数据 把它接入进来 接入进来以后 我的底层这些数据 我怎么在区块链里面 做大数据分析 做数据的一些整合 所以我们把技术的关注点 放在了这些 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能够支撑这个场景 成为杀手机用上面来 所以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事 所以沿着这个思路 其实后面我们做了一些项目 因为我们现在 制链这个平台也没有特别多的人 不超过一百人 所以做的东西也比较有限 我们希望聚焦到一些 真的是一些大的一些 大规模的一些可复制的场景上面 后来跟国药合作 在做这种国药药品的这种追溯 因为前一段这个疫苗的问题 疫苗的追溯 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的现象 其实我们用同样的思路 在给这个国药做这个药品 医院整个这个产业链 做追溯的同时 我们也拿到了整个 这个产业链里面的这些数据 所以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之上 现在在给他们做这种 工业链金融的一些 这个服务和支持 包括这个是跟这个 这个中远集团 中远海运 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央企 因为他们在自己 在自身的冷链的运营过程当中 包括他们怎么跟口岸 怎么跟海关 怎么跟线下的物流 因为每次双十一 像这种海淘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我们国家的这个这个 消费互联网 发展起来以后 其实对传统的物流 还有传统的这些海运行业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 他们在前两年 遇到了特别大的瓶颈 就是说这个业务 我从这个技术的先进度 我从组织上 我可能跟这些国际大公司 遇到了很大的一些竞争和挑战 那我怎么通过拉动内需 去支撑这些东西 其实区块链刚才讲了 通过追溯也好 通过它的自身技术价值也好 往往带动了这些数据的共享 和业务的一些衍生的 一些线下的一些事情 这个问题不讲了 这个时间的原因 所以现在我们形成了 这么一个产品平台 依托于我们自己的 这么一个区块链云服务的底层 上面依托于 垂直的行业赛道的 包括追溯 包括金融 还包括公共服务的一些平台 所以也希望通过制链的 现在我们这个产品的平台 有更多的 我们用我们现在已有的 比较完善的这种解决方案 去重复的去解决问题 最后呢 这个打一个小广告吧 因为我本身在这个北京大学的 这个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 这个负责这个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的 这个工作 那这个中心呢 现在也是希望跟这个各地的 政府也好 各地的龙头企业 能够做更多的这些合作 做更多的这种产信员的 结合 另外呢 就是培养更多的 我们行业里的 区块链的这些人才 能够更好地去支撑这个行业 这是我们落地的一些 这个现在的 目前的一些情况 好 谢谢大家 感谢 感谢董宁先生的演讲 请入座